我是电视剧里的深情女二 忽然能看见观众发的弹幕了 别email了 你这边还再放不下 别人那边已经放进去了 女二好惨 大结局被那对癫功癫婆联手杀了全家 什么杀我全家 那就立刻开启灭杀男女主模式吧 正文开始了 清清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清清不迷路 我好像意识觉醒了 眼前开始蹦出一条又一条的弹幕 他们说我的世界是一部电视剧 我是里面的深情女二 我的未婚夫是男主 小白花女主会在不久后出现 把我的未婚夫抢走 青梅竹马22年 我怎么可能只是个配角 可笑 可他们说的话渐渐都实现了 我23岁生日那天 未婚夫失约了 他说临时有个重要的会议 不能来陪我过生日 生日礼物让他的助理送来 下次一定给我补过 我笑着说好 却看见眼前闪过一行行弹幕 他骗你的 他在酒店里陪新来的女秘书呢 有女主光环就是好啊 能让男主放着光鲜亮丽的女二不要 破格路用一个学历情商都堪忧的小白花女 来当贴身秘书 哪个编剧写的 又是这种无脑傻白甜 气聚了 如果女二能在此刻意识觉醒的话 那将会是绝杀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妨看看 这些弹幕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这次我没有在事儿不见 而是抬头开口问道 富池在哪家酒店 啊 宋蕊是在和我们说话吗 什么 他能看见弹幕 女二意识觉醒了 就在之前和你订婚的半岛酒店 顶层01号套房 现在估计进展到 抱着互相乱啃那一步了 半岛酒店 那是我和富池第一次 他居然把人带去了那里 我低头 看着指尖的订婚戒指 富池求婚当日的誓言 还历历在目 他真的会背叛我吗 我没有在犹豫 拿起车钥匙 前往半岛酒店 富池不知道半岛酒店 也是宋氏名下的产业 否则他肯定不敢如此 大张旗鼓的将人带来 我拿出一张金卡 畅通无阻的 来到了顶层01号套房门前 刷卡开门前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手机的录像模式 宋蕊聪明啊 桌奸还知道录像 你不录也没事 我这里有视频 我发给你 终于有不脑残的女配了 姐姐撕她 把小白花循孕的嘴给撕烂 咔哒 门开了 映入眼底的是 散落满地的衣物 早就给自己做好了 心理建设的我 直冷笑了一声 录完这满地狼藉后 我轻轻慢慢的 朝着床的方向走去 不知道是套房太大 还是他们太过于投入 两人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进了房间 一阵喘息声传入耳中 娇弱的女声响起 副总 我知道你已经订婚了 我也知道 我们这样做不对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对你心动 本来知道你有未婚期后 我准备将这份心意藏起来 可是那天你说 你不爱宋蕊 你们只是商业联姻 我 我真的喜欢你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好 听到这支三当三的茶言茶语 我怒火中烧 手机都快要捏烂了 才忍住没有上去给他两个巴掌 副持的声音响起 云韵 我不想骗你 所以我不否认 之前和宋蕊相爱过 但遇到你之后 我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爱 许云韵 等我利用宋蕊 拿下宋氏后 就娶你好不好 我闭上眼 绝望的泪水 从眼角落下 我与傅持这22年 真是可笑 从半岛酒店出来后 我回了家 庆祝我23岁生日的气球 还挂在墙面上 浅粉色的奶油蛋糕 已经微微塌陷 傅持助理送来的生日礼物 已被管家放在了沙发旁 我拿起小刀 拆开那精心包装好的礼物盒 一条蓝宝石项链 躺在盒中 这条项链 我上月跟傅持提过一嘴 它是国外知名设计师 佛罗尔的最后一件作品 全球仅发售一条 可刚刚在半岛酒店那堆 散落在地的衣物里 我也看见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蓝宝石项链 我连忙将项链拍照 发给了设计师 佛罗尔 没想到你最后的作品 还是属于了我 两分钟后 佛罗尔回复了 亲爱的 你这条项链 好像不太对劲 我 是吗 我又拍了几张照片 给佛罗尔发了过去 亲爱的 这条可能是赝品 我记得蓝宝石项链 拍卖会上 是被傅先生给买走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连忙回 傅持给我的那条正品项链 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为了不让他伤心 我让人做了一条假的 果然还是被你一眼看了出来 很抱歉 佛罗尔 但是麻烦你帮我保密 佛罗尔回到 没关系亲爱的 如果是你的话 傅持会送一条赝品项链给我 而将那条真正的项链 带到了酒店 送给了一个 从天而降的小白花 我端起桌上的酒杯 猛灌了一口 烈酒入喉 心中的怒火 似乎平复了些 我摘下指尖的戒指 细细看着戒圈内壁上刻着的字 傅持爱宋蕊一辈子 当初刻字时 设计师说蕊这个字比划太多 刻出来或许效果不好 问傅持 可否用拼音代替 傅持说宋蕊就是宋蕊 他只要这个蕊字 可如今 我刚想到这 弹幕又闪了出来 别阴谋了 你这边还再放不下 别人那边已经放进去了 一天天使不完的牛进 就知道盯着那坡戒指看 证据都拿到手了 直接开死小三和渣男啊 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捏死许云蕊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先去看了下大结局 女二好惨 那对癫公癫婆 联手杀了她全家 我愣住 随后抬手将订婚戒指 丢进垃圾桶内 看向空气中的弹幕 傅迟和许云蕊杀了我全家 能详细说说吗 这一刻 弹幕炸了 女二真能看见我们发的弹幕 这部剧我是二刷 我来跟你说 事情是这样的 前面的你先说 我来补充 半个小时后 我终于弄清楚了 后续事情的发展和结果 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 一年后 我和傅迟结了婚 他夜晚在家陪我 白天在办公室内陪许云运 结婚的童年 我怀了孕 此时 身为宋家唯一继承人的我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在孕期被傅迟洗脑 将宋家的家业 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上 生完孩子后 我想重新掌管宋家 没想到宋家高层 已经和傅迟统一了战线 他们只认傅迟 不认我 还说我既然结了婚 就要好好在家带孩子 商场是属于男人的战场 我一个女人 就别来凑热闹了 傅迟也演得很好 说什么 不是他不愿让我重新掌管宋家 是高层逼着他 不让他走 那晚他又是卖力表现 又是给我订了 好几个限量的奢侈品 我从未怀疑过 傅迟会出轨 所以在他的糖衣炮弹下 我同意了 夫妻本是一体 我只想跟傅迟把日子过好 把孩子抚养长大 可没想到 他的心思太恐怖了 当一个低位者 变成高位者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抹杀掉原来的一切 傅迟需要一个像许云那样 时时刻刻崇拜他的女人 而不是我这种 能力比他更强的嫌内助 在我第三次指出 他的决策不对的时候 傅迟发火了 够了 现在我才是公司的董事长 你已经几年没了解过市场了 凭什么认为 你一个家庭主妇的见解 能比得过我 你就在家做好你的全职太太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还有现在这个家做主的人是我 傅迟和宋迟都归我管 如果你在想插手的话 别怪我把你锁在家里 不让你出去 泪水在我的脸上 无声落下 我从未想过 傅迟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两个月后 宋迟的两个项目 都宣告失败 傅迟太过自信了 他不仅一连判断错 两个市场风向 连项目失败后的 补救方案都没有准备 宋迟投出去的钱 血本无归 瞬间损失了上百亿的资产 我终于忍无可忍 将这件事 告诉了在国外养老的父母 父母连夜赶回了家 准备对傅迟进行审判 可这一晚 没有等到傅迟回家 家中深夜忽然起了大火 门所不知为何无法打开 我 孩子和父母 全都命丧了火海 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你准备怎么对付 那对颠工颠婆 弹幕将我的思绪 拉回到现实当中 我沉吸一口气 随后自嘲地笑了笑 既然富池对我如此心狠手辣 那这一次 就让他尝一尝 家破人亡的滋味吧 我话音刚落 弹幕立即欢呼了起来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是为了庆祝一位 本是炮灰的女性 意识觉醒 不再受到 托安男和脑残剧情的控制 让我们举杯 供助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发光发亮 傻白甜恋爱 脑包改大女主 这剧情有点刺激啊 后面的剧集 怎么突然消失了 进度条也无法拉动了 真的 不会真让你小子 重启人生了吧 根据弹幕给我提供的信息得知 两个月后 富士与优品牌 联名打造的IP 将红遍全球 富士依靠这个IP 直接一跃成为行业翘楚 实力仅次于宋氏 所以现在 我要想办法 让富士心甘情愿地 把这个IP项目 让给宋氏 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既能拿下这个IP项目 又能让富士一步步 走入我的圈套内 我连夜托人 联系了国外的金子库 让他们帮我挑选优质基因 三天后 富士集团办公室内 得知我要和小姐妹 去度假的富士 假惺惺地抱着我说 舍不得我 蕊蕊 都怪我太忙了 连陪你度假的时间 都挤不出来 等明年 我们办完婚礼 我们就去环游世界好不好 我也洋装不舍 配合他演戏 富士 我知道你这么努力的工作 是想证明给我爸爸看 我能理解你的 商场是男人的战场 你这么努力工作 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又怎么会不懂 未婚妻出国 这么好的 跟小情人优惠的机会 我真的很怕他演技不好 不小心高兴地笑出声来 但富士还挺沉得住气 愣是一直保持着不舍的表情 没有半点露线 他搂着我腰的手 微微收紧 视线落在我的唇上 宋蕊 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他说完 闭眼凑近 想要吻我 看着富士这副假装深情的模样 我心底连犯恶心 正想着 怎么躲过这个恶心的吻石 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 富总 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他声音瞬间凝固 随后立马低头道歉 抱歉富总 我不知道你们在 我挑眉 略带不悦地轻责了一声 富总 现在下属进你办公室 都不用敲门了吗 小情人和正牌女友初次碰面 显然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富士松开我 一本正经地理的李领带 看向许云运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是 许云声音滴滴 一副做错事情的委屈模样 我拉出总裁一座下 撩了撩头发 什么文件啊 拿过来给富总签吧 许云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也是个聪明人 在我还没有落寞之前 他就算有再多的气 也只能忍着 他踩着细高跟 扭着被包囤裙紧紧包裹的屁股 一步一步地朝着富士走来 富士接过文件 随意看了两眼就签下了字 新聘的女秘书 我问道 啊 是 新来的 富士明显有些慌乱 挺年轻漂亮的 能在千万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能力一定很强吧 不知道他是哪一点 打动了我们副总 能够成为你的秘书 富士扶了扶眼镜 抬头看了徐云一眼 两人视线交汇的那一瞬 我突然感觉 我才是这个屋里多余的第三人 见富士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我见好就收 站起身来 哎呀 差点忘了 我下午还约了SPA 我走了 别太想我 说完我隔空对着富士 做了一个case 没有任何留恋的 走出办公室 毕竟我今天来的目的 一是告诉富士 我要出过度假一段时间 二是在富士的办公桌下 放置一只隐蔽的录音笔 目的达成 至于这对当着我的面 还敢偷偷眉目传情的 颠工颠婆 最好是在这办公室内 表现得好一点 别让我的录音笔失望 我在国外的手术 进行得很成功 不知道富士和许云云 这半个月过得如何 是整日在半导酒店的 顶层套房内 颠缆导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还是欣喜我这个 在外度假 我的心就已经死了 只是可爱的观众们 怕我难过 还不停地发弹幕安慰我 姐姐嫁给我吧 我这辈子 要是除了姐姐看别人一眼 我直接自碎双眼 姐姐你知道的 我从小就没了老婆 天杀的人贩子 我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我老婆 要是姐姐能娶了我 就是让我开豪车住别墅 我也愿意呀 女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某个人除外 半个月后 我回国了 富士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设 不仅亲自来了机场 为我接机 还找了几个记者来偷拍 我没说过喜欢这种颜色的玫瑰 富士连眼睛都没眨得撒谎到 生活中需要新事物 所以没有按照你以往的习惯 给你买白玫瑰 他不仅换掉了我的白玫瑰 这么久了 他连我手上的婚戒不见了 都没有发现 我没说话 静静地看着眼前飘过的弹幕 我作证 是许云云那个坏女人 喜欢蓝玫瑰 姐姐别问了 再问富士要汗流加倍了 不是很懂这种未婚妻有权有势 还要去沾惹外面的野草的男人 是什么心理 以续费会员 坐等渣男遭报应 在等待运气反应的这段时间内 我恶补了一下 关于优品牌的企业文化 等了两周 燕运棒终于出现了两条杠 富士也终于回来 吃了一次饭 他倒了两杯红酒 瑞瑞 这段时间太忙了 忽略了你的感受 我自罚一杯 一杯红酒引进后 富士视线落在我手中的红酒杯上 你怎么不喝 心情不好吗 他手揽着我的肩膀 低头想用蚊来安抚我 有时候 我真的不明白 富士是怎么做到 同时跟两个女人调情的 他真的不觉得恶心吗 我从富士的怀里挣脱开来 将红酒杯放回到桌上 富士 我不能喝酒 富士皱眉 为什么 你之前很喜欢睡前小酌一杯 我面带微笑 将早已准备好的燕运棒 递到他的手上 因为我怀孕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宝宝了 你要当爸爸了 富士先是一愣 随后抱起我在原地转了两圈 宝贝 我们提前举办婚礼吧 笑容在我的脸上僵住 富士察觉到 我的表情不太对劲 立刻将我放了下来 怎么了 宝贝 怎么这个表情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他 富士 我很开心 有了属于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话风一转 还没结婚 就怀了孕 我父母恐怕会很生气 我说实话 你别生气 我嫁给你本就属于下嫁 下嫁又未婚先孕 外界知道了 会怎么议论我 怎么议论我们宋家 我妈妈倒是可以理解我 可我爸爸是个商人 他不会允许这样的社会舆论存在 富士面色也有些沉重 他看向我的肚子 又抬头看向我 瑞瑞 要不我们把这个孩子打掉吧 我一个巴掌 就甩到了他的脸上 随后捂住肚子 装作气急了的样子 富士 你再说一遍 你居然想打掉我们的孩子 我是想让你带点诚意 去跟我爸道歉 你不想着解决问题 居然想着 怎么解决掉我们的孩子 富士被我一巴掌打懵了 回过神的他 虽有些不悦 但碍于我现在怀了孕 只能认了这一巴掌 道歉 我明天就去道歉 我订了最好的包厢 当面向你的父母道歉 那诚意呢 我追问 富士斩钉截铁 我给你父母跪下道歉 够不够诚意 我差点没被气笑了 这就是你的诚意 你接手富士这么久了 你不知道什么叫诚意 富士终于理解到了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得拿出点商业上的诚意 我点头 最近我爸刚弹簧了一个项目 如果你这个时候 能雪中送炭一下 或许他就认准你这个女婿了 最近富士有什么正在弹 还没敲定的项目吗 富士喉咙滚动了一下 似乎有点不太想说 嗯 我追问 最近准备跟优品牌谈合作 打造出一个全新的IP 富士道 我假装深思 又略带嫌弃 优品牌是今年刚创立的 我爸估计看不上 是啊 而且这方面 富士接着说道 我打断他 但你放心 我有办法能让他乐乐呵呵的 接下这个项目 啊 富士正住 啊什么 怎么送 你应该知道吧 偷偷的 我爸那边 我去点他 行了 说了这么多 我都累了 运早期 我没给富士任何反应的时间 直接走了 留下他一人 在餐桌前凌乱 两日后 优品牌的创始人联系了我 我特意跟我爸说了 这个合作 我亲自来跟进 其实那天晚上说的那些话 都是虎富士的 我爸虽然爱面子 但从小到大 我做的所有决定 只要是自己想清楚了 并能承担选择的后果 他都会支持 不然我怎么会有机会 下架给富士 只是我妈一直在哭 她觉得我受了委屈 我抱着妈妈 轻轻抚摸她的头 放心吧妈妈 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我会让富士死得很惨 很惨 和优品牌的合作 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给了我十多款设计图稿 我凭借观众们的助力 准确无误的选到了大爆款 优品牌对我不怎么专业的眼光 虽有怀疑 但我毕竟是资方 他们也只能按我的想法走 时间过得很快 怀孕四个月的我 已经微微显怀了 自从我提出分房后 富士就更少回家了 我偶尔无聊了 点开顶层套房内的隐蔽拍摄画面 给可爱的观众们看 第一次看别人偷情 有点紧张 嗯 我是进错软件了吗 啊 刚进来就没了 明天还有吗 我准时来蹲 我笑了笑 内心无比平静 婚礼上让大家一次性看得够 姐姐真准备在婚礼上放这些啊 打渣男一个措手不及 刺激 要不是随不起你们有钱人婚礼的份子钱 我指定要来现场吃瓜 姐姐婚礼上直接让大家 请看 VCR 不过开了卦就是爽 与优品牌联合打造的 IP连营销都不用做 直接在一周内火爆了全网 送市的股价又连涨了几个点 不知道傅持心情怎么样 反正通过监控 已经连续一周没看见 他出现在半岛酒店了 观众们说 他或许是破房了 还给他取了个新外号 叫破房哥 复仇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实现 那第二步就是 我拿出手机 打给了傅持 让他陪我一起去做运检 私立医院内 医生笑着把检查单交到我的手上 孩子发育得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 我特意将检查单塞给傅持 眉眼弯弯笑道 你听见了吗 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 傅持看了我一眼 心不在焉的敷衍 我们的孩子肯定健康 肯定健康 我知道 他肯定还在想 和优品牌合作的事情 毕竟如今IP市场饱和 想要出头难上加难 像这种现象级的爆款 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三年前 到手的飞升机会丢了 傅持的心里 肯定很不是滋味吧 想到这 我的嘴角比AK还难压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 傅持一直没怎么开口说话 而我的检查单 也被他随手给丢了回来 连看都没看一眼 我面色有些凝重 也没再主动开口 直至到家门口下车时 傅持才发觉了 我情绪有些不对 老婆 怎么了 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谁是你老婆 没结婚呢 别叫我老婆 恶心 傅持好生好气的对我哄到 下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你当然是我老婆 怎么不开心了 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我这才开口 对傅持进行控诉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把检查单给你 你看都没有看一眼 你今天整个人心不在焉的 你说 你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 傅持连忙道 我哪没看 我看了 我看了 他说完 立马将丢在我们之间的检查单拿起 仔仔细细的查看着 而此时我下了车 只留下一句 迟来的申请比草件 傅持半个小时后才从车上回来 我已经坐在电视机前 开始啃猪题了 我猜 他肯定是发现了 发现了我检查单上 写的怀孕日期是16周 也就是四个月前 而四个月前 我正在国外度假 傅持进屋后也没跟我说话 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直至吃晚饭 都没有下来 我独自一人面对着一桌子的菜 心情好极了 被背叛的滋味是怎样的 傅持你也尝一尝吧 晚饭刚吃到一半 弹幕闪了出来 姐姐 傅持他现在怀疑你出轨 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肿 准备想办法抽你的血 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真的不是他的孩子 他准备在婚礼上 当众揭穿你的谎言 让宋氏颜面扫地 好恶毒的男人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择手段 傅持为了这个孩子 丢了那么好的一个项目 到头来却发现 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我想他这口气 要是不发出来 恐怕会死不瞑目 他以为抓住这个把柄 就可以狠狠拿捏我和我父母 让我和我父母 这辈子都觉得对不起他富家 可他不知道后续 还有反转 四日傅持没有去公司 他似乎心情格外好 一大早就对我嘘寒闷暖 还亲自为我做了一碗 追求我的时候 常做的升滚粥 粥还是原来的配方 指示人不是当年那个人了 现在的傅持 权衡利弊 步步为营 当年的屠龙少年 还是终成了恶龙 或许我抬去傅持了 他本就是一条恶龙 这粥我实在是喝不下 刚放下碗 傅持就带着两位 穿着白大褂的衣绳 走了进来 他们是 我明知顾问道 傅持蹲在我身前 情深意怯 老婆 我看你这几天 心情不太好 我怕司令医院 检查的不够仔细 所以联系了国外的机构 他们派人来给你抽血 我撸起袖子 轻声笑道 你对我真好 烟红的血液 从我的手臂流出 我看向傅持 他的眼底四期待 四贪婪 有人说 男人的终极愿望是 升官 发财 死老婆 别的男人不知道 反正这一点 在傅持的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婚期一天天将至 比我更期待这一天的 是傅持 他期待到了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 已经跟许云运 在顶层套房内 把整个控诉我的流程 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许云依偎在傅持的怀里 婚礼那天我能出现吗 傅持摸了摸他的脸 当然啦 只不过 你只能先和傅持的员工 坐在一桌 以后等我娶了你 你想坐哪就坐哪 许云娇称了一声 讨厌 你娶我那天 我肯定是站在台上 才没有时间坐呢 他撒完娇后 又道 那我婚礼那天 可以带你送我的蓝宝石项链吗 戴吧 给你一个偷偷炫耀的机会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听得我都要孕吐了 9月9日 婚礼当天 我与傅持的婚礼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族企业的商业联姻 台下坐满了宋氏和傅氏的合作方 全是行业内的大佬 所以这一站 我和傅持都下了狠手 没准备给对方留一点情面 婚礼后台 我让化妆师将配套的项链取了下来 我换上那条 全球仅发售一条的蓝宝石项链 蓝宝石与洁白的婚纱裙不太般配 可我今天又不是来结婚的 此时肆意的声音响起 掌声有请 新娘入场 灯光骤暗 我面前的门被拉开 随后音乐响起 一束灯光 汇聚到我一人身上 我手捧鲜花 面带微笑 徐徐进场 如果今天真的能与彼此相爱的人结婚 那该多好 可惜没有如果 我站在傅持的面前 他看向我的视线里 还依旧流淌着假装的爱意 请问傅持先生 你愿意娶宋蕊小姐为妻吗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 疾病或健康 美貌或失色 顺利或失意 都愿意爱她 安慰她 尊敬她 保护她 并愿意在你们一生之中 对她永远忠心不便 傅持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抬手 接过了思议的话筒 他抬起话筒好几次 装作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蕊蕊 在我回答我愿意之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假装不解 示意她问 蕊蕊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没有 我回答的斩钉截铁 傅持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而此刻摄像正好对准了她的脸 她这副委屈的模样 被投放到大屏幕上 台下的亲朋好友们 纷纷议论了起来 一颗泪从傅持的眼角滑落 宋蕊 你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 你为什么要出轨呢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了 现场瞬间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我爸直接冲上了台 对着傅持的头 就是一个暴鸡 死小子 你胡说些什么 今天是婚礼 是你和蕊蕊结婚 这么庄严的场合 容不得你开玩笑 我妈也上了台 在我旁边为我撑腰 傅持捂着自己的头 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纸 递给我爸 我爸打开后 当场愣住了 亲子鉴定书 鉴定结果为 不具有血缘关系 我爸说完 看向我 愣住了 此时傅持接话道 蕊蕊 我很爱你 所以就算这个孩子 不是我们的 就算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也会原谅你 依旧会跟你结婚 这件事 我今天本不想在婚礼上说的 但 但你始终没有主动跟我坦白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才开了口 他说完 又自嘲地笑了笑 算了 不说了 我们继续吧 我夺过傅持手中的话筒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觉得我应该正面回应一下 我转过身来 面向大家 没错 我肚子里的孩子 的确不是傅持的 但出轨的人 并不是我 而是傅持 我的孩子没有父亲 他来自于国外的金子库 全场又再次震惊 唧唧喳喳的讨论声 再次响起 甚至联谈合作时 从爱不苟言笑的某位大佬 都开始加入了群聊 傅持急了 宋蕊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当然知道 Flora可以开始播放了 我一字一句 声音很利 各位请看 MCR 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和声音 响彻整个婚礼现场 与我的这些证据相比 傅持的那张亲子鉴定书 算不得什么 铁证如山 傅持一张脸 被气得煞白 宋蕊 你监视我 我不屑地笑了一声 是又如何 你敢做 还不敢当了 我爸是真的厉害 傅持刚有想要对我动手的趋势 就直接被我爸给撂倒在地上 视频和录音 是我打包过去 让Flora帮忙提取和剪辑的 Flora自己就是运气出轨的受害者 所以他剪出来的视频 刺激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为了保护众人的眼睛 还是做了一些马赛克的处理 只是比出轨 更让人觉得精彩的 是傅持的那些口出狂言 他几乎在床上 把每个合作方的妈都给骂了遍 还说自己就是时运不济 不然早就把傅持 干到全国第一了 甚至Flora还特意将他说的那句 许云运 等我利用宋蕊拿下宋氏后 就娶你好不好 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我爸听到这句话气急了 一拳又一拳地 对着傅持的脑袋揍着 傅持的爸妈在台下脸色铁青 一副不想认这个儿子的模样 而此刻 有个不要命的家伙 冲上台 你别打了 我都舍不得打他 你凭什么打他 我爸抬头 挥手就给了许云一坨子 你谁呀 我面带微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本次VCR里的女主角 许云运 她就是那个小三啊 全场一片哗然 此时 平时和我家交好的几个叔叔伯伯 也上了台 他们将这对肩夫淫妇 抓得死死的 蕊蕊 你想怎么出气 许云运已经失去了理智 发了风势的大喊着 宋蕊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傅驰根本就不爱你 你脖子上戴的那条蓝宝石项链 是假的 我身上的这条才是真的 我轻笑一声 直接将他脖子间的项链扯了下来 端向了几眼 确实挺像真的 但是 我手指轻抚过颈尖 谁告诉你我这条蓝宝石项链 是傅驰送的 许云运一脸不信 不是傅驰送的 还能是谁 就是你生日的那晚 傅驰把真的送给了我 把那条假的给了你 Floria走上台 站到我的身前 我是Soul品牌主理人 这条项链 是我专门为宋瑞良申定做的 至于你的这条项链 和你一样 是廉价货 这场与傅驰的博弈 以我的胜利告终 而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一个新篇章 婚礼过后 傅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 所有的合作方宣布 永远终止与傅氏的合作 傅氏股价暴跌 资金链也逐步断裂 不到三个月就破产了 傅氏宣布破产的当日 傅氏接受不了 直接从傅氏集团顶层一跃而下 当场死亡 至于许云运 听说傅氏自杀后 精神失常 成了疯驼子 而我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也逐步接手了宋氏的家业 我爸现在认为 以我的忍耐程度和手段 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所以他不再寻求女婿 直接将我立为宋氏的接班人 当然以后我的女儿也是 最后谢谢所有观众发出的弹幕 拯救了我的一生 等观众表示很欣慰 啊 结局了 有没有番外啊 没看够 还有没有同类型的剧 球带餐啊 全文完